大家好 我叫做Way Chui 很高興跟大家分享 今天有很多人可能不明白 為何我們要找一個專業的婚禮攝影師 有些人可能說 我有個朋友他都拍開風景 上次我們一班同事去旅行 都是他幫我們拍照的 不如我婚禮那天就找他幫我吧 很多時新人不明白 原來一個專業的婚禮攝影師是很重要的 特別在整個婚禮的流程裏面 我們會熟悉每一個婚禮環節 下一步要做些甚麼 每一個程序應該怎樣做 我們會預先去走定位 和知道整個婚禮流程應該怎樣去配合 我舉個例子 有一次有一對新人 他因為想花那麼多錢 他就只找了一位攝影師 一位錄影師 另外找他朋友去幫忙拍攝 當時正在走教堂 因為他朋友不太有婚禮方面的經驗 進場的時候 他跟新娘子只有兩至三尺的距離 就變成了整個Marshin裏面 都一直遮蓋新娘子的樣子 我和另一位錄影師 看見都很無奈 一直都拍著那個兄弟的背部 想拍到新娘的樣子都很難 變成損失的其實是一對新人 所以就這個例子來說 我們見到一位專業的婚禮攝影師的角色 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在婚禮當日 婚人應該找多少位攝影師 多少位錄影師才是最適合呢 我個人建議 如果你的婚禮是全日的 亦有註冊的 我覺得最少你都會找兩位攝影師 一位攝錄師 因為兩位攝影師可以 除了拍一些團體的正鏡的photo 亦都會有一個拍攝花水的攝影師 可以在不同的角度去捕捉新人 或者現場環境很多 原來你留意不到的細節 另外如果你可能會走教堂 或者你對video的要求是更加高的 我甚至建議你可以找兩位錄影師 亦都可以在不同的角度 無論在譬如行教堂的晉場裏面 或者在宣讀誓言的時候 可以一個拍攝著證婚的牧師 一個拍攝著新人的反應 讀誓詞亦都可以拍攝嘉賓的反應 又拍攝到新人的反應 可以在不同的角度去捕捉更多重要的時刻 所以我覺得如果可以找兩位錄影師 兩位攝影師在你的婚禮上會更加好 所以各位新人 如果你都希望你的婚禮 有一個圓滿的記錄的話 你應該懂得怎樣選擇 是不是